明朝万历年间 在山东曹州府定陶县的城南 住着这样两户人家 一户人家的主人叫刘兴礼 另一户人家的主人叫赵明望 刘兴礼与赵明望两人年纪相仿 从小一起长大 长大后一起经商 生意上互帮互助 可以说是一对之交 为了能互相照顾 也为了能把这种友谊传承下去 两家不仅把房子盖到了一起 还约定 要是两人都生了儿子 女儿就结为异性兄弟 姐妹 一男一女的话就结为夫妻 在哥俩二十多岁时分别成了家 第二年 刘兴礼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刘启佩 而赵明望成了家后 却一直没有孩子 直到他四十多岁时 才有了一个儿子 可天不遂人愿 打小这孩子就是个哑巴 而且比正常孩子的反应 要慢不少 因为难产 孩子出生 以后母亲就死了 因为刘兴礼和赵明望两人早有约定 尽管刘启佩 心里十分的不情愿 可还是硬着头皮和赵明望的儿子赵天赐结为了异性兄弟 在赵天赐十岁时 赵明望得了一场重病 眼看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赵明望为儿子的将来发起了愁 尽管又傻又哑 可孩子始终是自己的心头肉 父母是断然不会嫌弃他的 可要是父母不在了 孩子该怎么办 临死前 赵明望含泪把儿子托付给了刘兴礼 而刘兴礼也没有食言 把赵天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对他是百般照顾 然而随着刘兴礼的死去 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一、小叫花 这一天 十一岁的赵天赐又来到了家门口 他家门口 四五个十多岁的孩子正在那里玩耍 这些孩子当中就有刘启佩的儿子 看到孩子们后 小天赐也凑了过去 哎 看 那个傻子又来了 一个小孩说道 另一个小孩笑着对刘启佩的儿子说 狗蛋 你叔叔来了 因为刘启佩和赵天赐是结拜兄弟 尽管两人年龄差距比较大 刘启佩的儿子比赵天赐小不了几岁 可按辈分 他还是得叫天赐一声叔叔 听有人这样说 刘启佩的儿子不高兴了 生气地说道 你们要是再这样说我就不和你们玩了 他是个傻子 凭什么做我的叔叔 我爹也说了 不让我和他玩 赵天赐是个哑巴 但他的耳朵却不聋 尽管他的反应有些慢 可孩子们的话 他还是听到了耳朵里 于是他停下了脚步 站在老远处羡慕地看着他们 过了一会 或许是觉得无聊 天赐便又回到门口 坐下来和他的另一个朋友 晚了起来 天赐的另一个朋友 是只小狗 在天赐八岁时 父亲不知道 从哪里弄来一条狗 有了这条狗后 天赐开朗了很多 每天和狗同吃同喝 就连睡觉也和他在一起 父亲死后 这只狗就成了他唯一的亲人 就在小天赐和小狗玩耍的时候 小狗突然冲着几个玩耍的孩子 汪汪地叫了起来 小天赐顺眼看去 只见五六个小孩 正在围着一个小孩子打 天赐赶紧跑了过去 只见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 正躺在地上 被几个小孩用脚踢来踢去 这个小孩天赐并不认识 不过生性善良的他 还是跑过去冲着几个小孩 一一压压地比划了起来 几个孩子见傻天赐要多管闲事 便把矛头对准了他 刘起佩的儿子指着天赐说道 怎么样 你一个傻子 还想多管闲事吗 赶紧滚 要不然连你也一块打了 虽说孩子们下手并不重 可男孩的脸上已经破了 鼻子里面也流出了血 天赐看了看躺在地上的男孩 脸上慢慢地有了怒意 看到天赐的这副模样 孩子们竟然笑了 快看呀 傻子生气了 便说孩子们就朝着天赐围了过来 这时天赐的小狗朋友不干了 他张开嘴巴地朝着孩子们叫了起来 孩子们怕狗咬便一晤而散了 天赐赶紧上前把男孩扶了起来 然后又把他扶到了家里 天赐的父亲赵明望死后 刘兴礼替他承担起了照料天赐的责任 虽说天赐一个人住 但刘兴礼还专门给天赐 派了个仆人用来照顾他的起居 尽管刘兴礼临死前 把天赐托付给了自己的儿子刘启佩 可刘启佩对天赐却根本不上心 除了吃喝以外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 没人照料的天赐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把自己赖以生活的家变成了狗窝 相反 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给他孤独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把男孩扶回家里后 天赐给他擦了擦脸 又给他喂了点水 男孩很快就缓了过来 看到男孩没事了 天赐开心地笑了 因为不能说话 天赐只能用手比划 男孩也只好和他比划起来 男孩拿过一个碗 又从院子里拿来了一根棍子 这样一比划 天赐明白了 原来他是个叫花子 看到男孩的那副模样 天赐笑了起来 自从父亲死后 这是他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二 一碗饭 当天晚饭时分 刘起佩端着一碗饭来了 他从儿子口中得知 天赐把一个叫花子收留进了家中 从刘起佩一进到院子里 天赐的小狗就叫个不停 说来也怪 天赐家和刘起佩家是邻居 平日里在门口闲坐的时候 小狗也会经常碰到刘起佩 可不知怎么回事 小狗一见了刘家父子就会叫个不停 听到狗叫声后 天赐赶紧跑了出来 刘起佩这才进了屋子 进到屋里后 刘起佩看到了小叫花 他随即对天赐说道 天赐呀 你怎么什么人也往家里待 你爹临死前只是让我照顾你 可没让我照顾别人 饭我给你端过来了 不过只有你一个人的饭 其他人我可不管 说完 刘起佩把碗往那里一扔 转身走了 赵明王临死前留给了刘星里一大笔钱 这笔钱就是专门给天赐日常生活用的 不要说天赐一个人了 就是五个天赐也能用一辈子了 可刘起佩这个人很是贪财 在他心里只要天赐饿不死就行了 剩下的钱还能自己花 再说了一个哑巴傻子 吃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他每天给天赐端过来的都是剩饭剩菜 饭只有一碗 两个人一条狗 怎么办 总不能天赐一个人吃 让他们饿肚子吧 天赐二话没说 把饭分成了三份 给小狗喂了一点 又把另一碗端给了小教花 最后他拿起了仅剩的三分之一 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 从此后 小教花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每天和天赐玩 尽管两个人都饿着肚子 但非常开心 有了这个朋友之后 天赐的脸上也时常挂满了笑容 三房契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夜里 狗再次叫了起来 不用问又是刘起佩来了 进到屋里后 刘起佩的脸上不像以前那样冷冰冰的 而是堆满了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对着天赐说道 天赐呀 今天晚上我过来是和你说件事情的 你爹生前给你留了这么大的一个宅子 你看 你年纪还小 又是个哑巴 房契放在你这里我放心不下 万一要是那天 你把他弄丢了 或者有人进来偷走了 这可就麻烦了 你把房契拿出来 我替你保管 对我你还不放心吗 天赐这个人本性善良 听刘起佩说完后 想都没想就要 把房契拿出来 就在他准备拿的时候 小叫花伸出脚 把他办了一下 天赐没留意一个亮呛就差点摔倒在地 小叫花赶紧上前把他扶了起来 天赐嘴上不会说话 可心里还是嘀咕了起来 叫花子好好的办我干什么 随即朝叫花子看去 只见小叫花趁着王起扶他的时候 朝着他摇了摇头 这些日子的相处 小叫花已经和天赐无形之中形成了默契 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干什么 见小叫花朝他摇头 天赐想到 难道这小叫花不让我把房契给刘起佩吗 尽管不知道小叫花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他还是选择了相信小叫花 于是他站起身来 朝着刘起佩摇了摇头 随即笔划了起来 从天赐的动作中 刘起佩读懂了他的意思 房契不能给 小叫花身搅拌天赐的时候 刘起佩全部看在了眼里 随即他朝着小叫花恶狠狠地说道 叫花子 你少管闲事 撂下这一句话 他转身出了屋子 原来 刘起佩这个人贪心不足 客扣天赐的生活费 不说 他又把主意打在了天赐的房子身上 这些天来 他欠了一些赌债 眼看到还钱的时候到了 就计划把天赐的房契拿到手 再把房子抵押出去 以还上这笔赌债 没想到 却被一个小叫花坏了事 四 有味道的衣服 这件事情过后 刘起佩并没有死心 他又动起了坏脑筋 中秋节这天下午 当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喜悦的团圆氛围之中时 天赐的小院子里也传来了一阵阵笑声 这天早上 小叫花早早地就起床了 一个时辰之后 他回来了 不知道他从哪里乞讨 来了几个月饼 两个人一人一个过起了中秋节 傍晚时分 刘起佩又来了 这回 他一进门就笑咪咪地对天赐说 天赐呀 这不过中秋节了吗 今天晚上到家里吃饭去吧 顺便在家里洗漱洗漱换身衣服 刘起佩说完后 天赐朝小叫花看了看 见小叫花没有作声 天赐便答应了下来 夜晚时分 天赐回来了 奇怪的是 自打天赐一进门 小狗就像是不认识他似的 冲着他一个劲的叫唤 天赐回到屋子里后 小叫花已经睡下了 他上前推了推小叫花 小叫花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只见天赐正指着新衣服对着他笑 原来天赐换了身衣服 高兴地让小叫花看 小叫花看了看天赐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不过随后一股刺鼻的味道窜进了他的鼻子里 他伸出鼻子在天赐的衣服上纹了纹 瞬间他的脸色变了 随后他朝着天赐比划了几下 意思是让天赐把衣服脱下来 天赐好久也没穿新衣服了 怎么舍得脱下来呢 小叫花见天赐不肯脱 就上前动起了手 难道小叫花也想穿新衣服吗 天赐体弱多病 根本不是小叫花的对手 三下五除二天赐的新衣服 就被小叫花脱了下来 小叫花把衣服脱下来后 马上把衣服放到了盆里 又在上面浇了一些开水 水凉了以后 衣服上刺鼻的味道明显淡了不少 小叫花把盆里面的水倒掉一部分之后 一层黑色的粉末出现在了盆底 看着这些粉末 天赐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刘启佩为了霸占小天赐的房子 起初的时候只是想把房子从他手里要过去 还没想到要害死小天赐 可自从上次问天赐要房弃 没有得手后 急于还赌债的刘启佩变起了狠心 计划把天赐害死 这些天来 他一直在寻思 怎么样才能让天赐不露痕迹地死掉 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一个办法 说是把一些药物的粉末撒在衣服上 人的皮肤就会臊痒难耐 时间长了皮肤就会溃烂 有的甚至会出人命 于是他就以过中秋为由把天赐请到了家里 给他洗漱了一番 还特意给他换了一身抹了毒药粉末的衣服 这种毒药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难怪小狗见了他的主人也会咬个不停 无小教花失踪了 这件事情以后 天赐尽管不太理解刘启佩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可他还是比以前小心了 为了怕他再起歹心 天赐再也没吃过刘启佩送过来的饭 每天刘启佩送来饭后 小教花就倒掉了 那他们吃啥 小教花每天都会出去乞讨 要到吃的他们就分着吃 没吃的时候呢 他们就饿肚子 中秋节过后 刘启佩为了看天赐穿上衣服之后的反应 第二天就过来看了看 见天赐没有穿着昨天的衣服 他明白了 一定是小教花搞的鬼 看来不把他弄走 房子的事情怕是要泡汤了 于是他把矛头又对准了小教花 这天早上 小教花早早地就出门乞讨去了 直到傍晚时分 他也没有回来 小教花走后 天赐就带着小狗坐在门口等了起来 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 小教花也不见踪影 这些天来 小教花和天赐俨然 已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见小教花突然不辞而别 天赐的心里难过极了 黑夜里 院门口 一人一狗蹲在那里 就这样天赐足足等了一个晚上 也没等到小教花 一连三天 天赐不吃不喝 就守在门口 这一天他实在支撑不住了 在门口他晕倒了 这三天 刘启佩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他没有送饭过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天赐的耳边响起了一阵熟悉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天赐赶紧睁开了眼 只见小教花又回来了 不过站在他眼前的并不是往日的小教花 此时的小教花已经成了一个富家子弟 尽管小教花极力地和天赐比划着 让他明白着怎么回事 可天赐依然是云里雾里 这三天小教花去了哪里 六一对好朋友 原来那天早上小教花出去乞讨后 他一出门刘启佩就盯上了他 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刘启佩拿出棍子狠狠地打在了小教花的头上 小教花倒地后 刘启佩特地上前踹了他两脚 就在刘启佩转身要离去之际 小教花的衣领处露出了一个东西 刘启佩撕开叫花子的衣服 一看 一个玉佩露了出来 刘启佩也是大户人家 他一见到这个玉佩就断定 肯定值不少钱 拿来还赌债绰绰有余了 于是他就从小教花身上扯下玉佩就找到了债主 刘启佩的债主名叫王三 是衙门里的一个衙役 拿到这个玉佩后 王三又把他送给了知县 知县看到这个玉佩后 马上想起了一件事情 原来就在前几天 知县接到了一封京城的来信 信是他的老师写来的 他的老师在京城当着高官 信中说 老师的小儿子两个月前从家里走了 一直没有下落 请他多加留意 信中还有一幅画 画上就画着一个玉佩 拿到玉佩后 县官马上和信中所画的玉佩 比对了一下 结果丝毫不差 随后他赶紧问起了王三玉佩的来历 王三又把刘启佩找了过来 在刘启佩的指引下 很快县官就找到了被刘启佩打倒在地的小教花 并把他接回了县衙 刘启佩根本想不到一个玉佩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大麻烦 随后他被支线逮了起来 小教花出生官换世家 为什么要从家里走呢 原来 他的父亲平日里对他管教得很是严厉 除了读书外哪里也不能去 小孩子的天性爱玩耍 成天被关在屋子里哪能受得了 于是 趁着大人不备他就从家里跑了出来 外面的世界很大 尽管鸡一顿饱一顿 可无拘无束 倒也逍遥自在 在遇到天赐之后 尽管天赐又傻又雅 可却把他当成了朋友 于是他就留了下来 自从刘启佩第一次问天赐要房弃后 小教花便提防上了刘启佩 在那晚刘启佩突发善心 把天赐叫上去吃饭以后 小教花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直到天赐回来后 小教花闻到了特殊的味道 他怕刘启佩再祸害天赐 小心无大错的他便把天赐的衣服脱了下来 没想到阴差阳错的救了天赐 被支线找到后 小教花就要离开了 不过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走的 而是把天赐和小狗也带上了 小教花